嗨 秀秀 哈哈哈哈 那我們就把這台車送去給妳媽媽吧 好 妳會騎喔 我會騎啦 你是說我會不會騎車還是會不會騎去三峽 會不會 我會騎車 會吧 如果去不了三峽的話 那我們今天沒辦法繼續 可是你可以帶路嗎 好 我會從戲子騎到三峽 不然先騎回戲子 沒關係 這我們等一下要討論 因為等一下可能就是上班時間 我們先趕快上路吧 這兩峽是一樣的 一樣的 好 那我們準備上路 那妳感受一下喔 我等一下可能會訪問妳 這台車騎起來怎麼樣 好 好 這是說省車嗎 開不到高雄只要一頭 對 欸 六座功課 對 好 那我們就上路吧 好 喔 車起來了耶 車起來了耶 喔 是這樣子喔 對 還OK嗎 不是很輕 很輕喔 妳自己騎什麼 我沒有車耶 喔 吃過了嗎 嗯 吃過了 還沒還沒 等一下去查一查 可以啊 妳有知道什麼比較 好 有聽說過 但我沒吃過 我要吃吃飯 好 機車是台灣人的日常 我們騎著他上班 騎著他去買菜 騎著他去郵局寄信 騎著他載貨送貨 每一台機車都有屬於他的故事 故事未必輝煌 但卻可能踏實而飽金風霜 上個月我開啟了一個故事爭件 送全新的確的企劃 在兩三週左右的時間內 總共有四百多件的來稿 一個一個仔細讀過 再來決定要和哪一位觀眾朋友 一起執行這項計畫 是以相比我想像還要艱難的任務 有很多美好的故事 讓我覺得 要是能把車子送給他 完成這個夢想 那該有多好呢 也有一些哀傷的故事 讓我覺得是不是 該把車子送給他 讓他多少能收到些幫助呢 除了我之外 我還和幾位朋友們一起討論 最後終於有了結果 我選擇全新力爵來進行這次企劃 是因為它是我心中經濟實惠 使用的代表 省有好奇 配備到位 樸實輕巧而有力量 就像機車支撐起台灣人的日常生活 剛好剛剛那個橋上陽光很漂亮 以往從台北到三峽 通常是為了去萊爾夫北線三浦店 或是7-11三角泳門市集合 接續接下來的台三南下主流之路 但今天的理由完全不同 早上6點半左右 我和秀秀從台北出發 要穿過一整個台北市 前往三峽去找他的母親 這台全新理爵的新主人 剛剛煞車還OK嗎? 很好騎喔 市民大道走到盡頭後轉入河堤 來到堤外道路 城市是一座巨大的機器 日出開始運轉 日落也不歇息 河堤在城市的邊緣是防洪的障壁 也能避開人流的擁擠 早上7點多 騎車通勤的人們 一陷於道路上 即使現在 我偶爾也不免會有這種想法 在這樣的城市中 忙碌生活 究竟所謂何事呢? 不過 其實我們沒有太多餘餘 可以想這些事情 馬上又會被生活、工作、生活、工作的循環 給拉回盲目的軌道上 越過滑江橋 來到板橋 再繼續沿著環河西路、百街寶路 最後來到熟悉的台三線 熟悉的三峽 秀秀是在這裡長大的 她的母親為芬蘭佳季 高中畢業後 就沒繼續升學 開始工作 賺點錢 貼補家用 車縫一做就是數十年 直到結婚生小孩後怡然 秀秀說 每當想起媽媽 腦中總是浮現她住在家裡 在縫紉機前 日以積夜車縫的身影 雙手來回拉扯布料 雙腳一上一下 踩著踏板的樣子 完成車縫與剪裁後 還要整理成品 背著這一袋袋布料 以前要從舊公寓的三樓 搬到一樓 扛到機車後座上 再用彈力繩 困綁住整袋布料 前往工廠交貨 之後呢 再從工廠再回新貨 從一樓背上三樓 如此反覆循環 將近二十個年頭 從未停歇 將兩個女兒拉拔長大 好 好吃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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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她上週還是上上週 騎車去宜蘭 我是走北 因為她那台車其實很舊 剎車 我自己覺得是沒什麼剎車 所以她每次跟我說她跑去哪裡的時候 我都覺得很危險 而且她也會從三峽騎來系直走 她就是其實比年輕人都還要瘋的那種 因為騎這麼遠其實我不太願意 所以我想說如果我投稿 然後被你選中的話 這新的車就可以給媽媽 然後媽媽就可以騎這台比較安全一點的車 媽媽還會車窗簾 車便當大 還有幫我們那個做外操 就是她很貴很多東西 媽媽有做過客 對 那些都是自訊 因為其實如果你要會做衣服 要會有一個機器的搭 喔 媽媽才是專業的 我小時候媽媽有被塗一個針 刺過 第一次的時候醫生都沒有發針 不知道沒拔乾淨還是沒拔出來 喔 哇 吃過早餐我們在騎一小段路去找秀秀的母親 而這時候她也早一開始每天的車縫工作 這個機器 因為客人要裝傾 呢 你 Buy 啊 海工 好 海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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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般的繩衣場都差不多都是讓步車 他們衣服譬如像我們這邊的衣服也是這樣子 兩片合起來這樣 是這樣車完就可以穿嗎 沒有 它還要上那種頂帶 那地方還要得起 那是你坐嗎 不是 其實那個有赫統車 不一樣 車子不一樣 你媽也會啊 你是說卡克跟新車都不一樣的車子 不一樣的車子 以現在的價碼來講的話 一天只能賺三四百塊而已 五到五百 車一整件嗎 對啊 像我這樣 一天到晚上十點半 四百多 你先脫鞋子 觸感會比較好 好 那我想你 好 踩在那邊 腳踩著嗎 你踩下去 左腳放 對 然後放下放掉 它就夾住了 壓住 對 你看到嗎 踩 真的可以嗎 踩啊 你又這樣子 喔 喔 喔 那是不是歪掉了啊 沒關係 歪掉為什麼 這樣子 喔 欸 欸 這 喔 車起來了耶 車起來了耶 對對對 喔 是這樣子喔 對 你右腳踩 左腳不要動 欸 就不會像他單純那個問題 好 喔 很順了 好 放下來 假的 這樣左腳就不要動 對 右腳踩上去 速度上去就好了 對 你看 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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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快喔 它是 踩越大力它就是 對 對 所以要完全耗你的腳 控制 喔 踩下去 踩 對 完全耗你的腳控制 就是四肢要配合 喔 對 然後如果車壞了怎麼辦 可以重來 補片喔 你要把它拆到重補 蛤 所以 那你這邊這個 每個都要一次成功 對一次成功 沒有那個壞掉的機會 沒有 沒有壞掉的衣裏 沒有 這個真的要 長久的練習 才有辦法 弄起來 來你來弄 所以把它 擺進來 擺進來 壓腳放下去 然後我要往前踩 壓腳放下去 壓腳 然後 往前踩 好歪喔 好歪喔 然後往後踩 對 壓腳再起來 右腳要摸開 對 它要幫我起來 它要幫我拿起來 然後 車的是這個樣子 對 那這個會用在哪裡 拉鍊呢 還有壓線 壓一壓線 像這種的線 對 用平車壓 就是這樣子的功能 對對對 然後剛剛那個是 兩片不拼在一起 對對對 然後這個是壓線 對對對 喔 你看你的T恤 兩片 嗯 好想要考客 有沒有 這兩片 喔 這個就是 這個就是考客 你等一下還會這樣回來 會 喔 就是 載 車好了 然後再 準備要處理的 回來 對 現在台灣是不是 沒有人在車門 有啊 我不是比較簡單 因為每天人都把回車 抵抵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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抵 因為它直線啊 懂不懂它是直線 哈哈 因為那邊就有人車歪的啊 欸 哈哈 秀秀的母親 展現了乾淨俐落 迅速確實的車縫技術 這是數十年如一日的千錘百煉 才有如此不費吹灰之力的流利 她車縫的不只是布 更是一張支撐起家庭的網 早上十點 秀秀的母親會暫停車縫的工作 把前一天車好的布料裝袋 用機車再去交貨 到了工廠後 再把今天接下來要繼續車縫的布 給載回家 然後再一路車到晚上 這就是秀秀母親屬十年來的日常 車縫的工作量 運火的工作強度可能沒有變 但隨著年齡增加 同樣的工作可能帶給身體 不同程度的負擔 同一台車也會隨著歲月老化 是否跟你說沒煞車 是不是 哈哈 月線 而且載重的話其實更那個 更難 當我們把貨運回來後 就要來試試看用新車來載貨 好 真的還不錯耶 它的中柱比較輕齁 對 我這一台還比較重 可以嗎 可以喔 可以喔 好 OK 剛剛好耶 剛剛好 哈哈 連同這台全新鯉絕 一起送給他們的 還有這頂SMK的飛行帽 他這麼賴 老公子 這個是裡面有豬豬 所以它這個會很順 喔 豬豬 裡面有鐵豬 對對對 豬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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會不會太大 太大 看 你也拿 有嗎 有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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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錯喔 哈哈哈 那就是試試看這台載貨怎麼樣吧 喔 很輕耶 我小心 我這一台還吃 嗯 是說 那個角度的話我等不悟 車子重量 車子重量 車子重量比較輕 對 喔 因為我如果看到這個角度的話 我會倒著 喔 喔 小心喔 不要動 因為我會污料體的安全 我去幫你拿車子 很棒耶 伊蘭車很快 輕吧 對 那這台車就交給你囉 喔 謝謝 聽說你都會騎去宜蘭嘛 對啊 對 這個對啊 這樣子新車也比較安全一點 對 隨著年紀增長 越來越能了解到父母對孩子的付出 才是最無私 最沒有保留的 無論是秀秀的母親 或是希望能替母親換一台新車 希望無論是送貨 還是騎車出遠門 母親都能安全的秀秀 從當天簡單的互動 就能感受到家人間緊密的情感 很開心這台全新禮訣成為他們家的新夥伴 也期待秀秀的母親 能有更好的送貨體驗 在休假騎車出門找女兒 找朋友的時候 也能行得安全 今天是這樣子啊 謝謝啦 加油 走吧 我沒幫忙 喔 你最乖 那你要乖 蛤 加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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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努力搬你嗎 努力搬你 我來養你們自己啊 養養餓的啦 對不對 賭我的費用就夠了啦 那姐很容易再給你養我 你們平安 給媽媽最大的 那你也不養我 好 小心喔 小心 拜拜 拜拜 掰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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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嗨 歡迎來到片尾時間 那這次呢 這個送全新禮訣的企劃呢 終於結束啦 呃 來信呢非常的踴躍 有很多很多的投稿 都讓我覺得 唉 那如果這不能送他們也太可惜了吧 不過沒辦法喔 車子只有一台 我只能選擇 綜合考量下 相對適合的選項 我也是很認真的看過你們的投稿了 真的很謝謝你們的來信 那有一點呢 是我最後決定做的調整 就是我沒辦法說很完整的把這個 投稿者 需要這台車的理由 完整的公開在影片裡面 所以呢 在這支影片中 你們會看到的重點呢 主要是描繪他工作 他日常的樣子 以及使用車的實際情境 那這是用車的部分 他們母女之間的互動呢 我也真的覺得 喔 感情很好 很親密 很感人啊 啊 雖然我跟我媽是不可能這樣啦 我妹跟我媽應該也不會 嘿嘿嘿 但我覺得他們那樣真的很棒 所以呢我是覺得說 可以聚焦在車子和人身上 那些辛苦啊 和無奈的事情呢 我覺得就保留給他們就好了 那有投稿的朋友呢 很多呢 也直接跟我明說 就是說 大家可能也不是真的那麼想要 或者說真的那麼需要 只是說想要借這個機會呢 寫信給我 和我分享自己的故事啦 那其實這種感覺還蠻棒的 因為我其實呢 還算蠻喜歡傾聽的人 所以 總之呢 謝謝你們的分享 平常都是我在影片分享給大家 那現在呢 就換我聽聽大家的故事 其實不錯 挺好的 那全新敵決的這個企劃呢 就這樣落幕了啦 那還有一個就是抽到AMB的朋友嘛 他住在高雄 那我會親自把這台車齊續送給他 到時候也會拍個影片 就請大家再期待啦 那今天就到這邊囉 晚安 掰掰